法国队会不会陷入未免冠军魔咒当中呢 他们会不会在小组赛当中就被淘汰呢 咱们先说实力这一块啊 法国队的确在这个小组里边 实力是独一胆的啊 那么除了丹麦队能对法国队形成一定冲击之外 你像澳大利亚 你像图尼斯对法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如果说法国自己正常发挥的话 小组第一稳稳拿捏啊 最次也是小组第二 但是我感觉啊 你说连输给这个澳大利亚或者图尼斯 想给法国制造点障碍 在我看来太难了 而且法国本身啊 踢丹麦就有先天的这种心理优势 那么还有一点啊 法国队自身呢 他有两个主力球员 中场的一个伯格巴一个坎特 他们很有可能都要错过世界杯了 因为你看过过往法国队比赛的啊 视频也好 录像也好 你就会发现 伯格巴和坎特的作用 对于法国队那是相当相当大啊 那么坎特对于防守 伯格巴对于进攻 这都是法国队能在18年夺冠啊 必不可或缺的 尤其是坎特这一个点 我认为啊 他是法国队后防线啊 或者说防守当中啊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环啊 那么他俩的确诊 我感觉对于法国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再有一点就是法国队到底团不团结啊 这个也很重要 一支球队如果说是不团结的话 你就是实力再强 你捏合不到一起去 那么你的前景啊 也很堪忧 那么综上所有的点 其实在我感觉呢 世界杯魔咒是一个不太瓷式的一个魔咒啊 因为这些年咱们看这个世界杯魏冕冠军被淘汰 第一呢是小五赛对手特别重视和魏冕冠军的交锋 第二点呢就是魏冕冠军拿了一次世界杯之后 他由于新老交替 表面上看似很强大 但是呢内部啊诸多的问题 比如说阵容的磨合呀 队员的老化呀 等等一系列的原因 导致这个法会不假 其实你看看之前呢 你就会感觉 魏冕军来参加世界杯主教练的 都会带一些过往的功臣球员特别多 但是呢 他们相较于四年前的状态啊 实力又有所下滑 就是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点 但是在我看来 魔咒这个东西就是给实力强大的强者所准备的 你要真是实力强 你就会打破一切魔咒